区分了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 理念世界是先于现象的 而亚里斯多德则认为 知识的起点是人们的感觉 经验还有现象 同时好奇心是人的本性 人们不会只满足于感觉的表象 在好奇心的驱动下 人们还会不断去追问感觉背后的原因 这就是人类智慧的开始 亚里斯多德有句名言 他说哲学始于闲暇与惊奇 或者说哲学始于闲暇与好奇 为什么哲学始于闲暇与惊奇呢 首先亚里斯多德把人和动物的能力 分成了四个层次 感觉 记忆 经验 还有知识 书里面亚里斯多德其实说的是 记忆或者是技术 是有别于经验的抽象理论知识 我把它直接翻译为知识 我们比较好理解 亚里斯多德说 所有的动物都有感觉 有一些动物除了有感觉还有记忆 有记忆的动物更善于学习 但是人不仅有感觉记忆 还有一种特别的能力 还有一种特别的能力